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第七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 2324号在美国华府举行 这次对话有哪些重点议题 而双方各关系的哪些议题呢 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关系的外发展 又需要关注哪些面向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高级助理研究员李正修 为我们深入PC 研究员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研究员您可以先跟听众说明 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举办的缘起 这个战略对话 最早是从这个小布希政府开始的 那如果听众朋友比较熟悉 所谓这个中美关系 或是美中台这三角关系 历史原油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 最初小布希在上任的时候呢 其实他对台湾相当友好 所以在那个当下 他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是相当的紧密 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紧张的 可是呢 在这个911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纽约 这个两座高塔被恐怖攻击之后呢 美国为了要打击这个恐怖主义 转而跟这个中国大陆进行很密切的合作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中东地区 也有些许的影响力 所以在当时呢 小布希为了要跟大陆建立更好的关系 他们就提议跟大陆举办这样的一个双边对话 可是由于小布希他认为 他们所谓的战略关系 只有跟盟邦才会有的 可是呢 当时为了要凸显美国跟大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呢 他们刻意在所谓的对话前面啊 加入了一个叫做战略经济对话 可是所谓的战略经济对话 主要是谈论有关于两国 以及全球性的这个经济事务 可是自从欧巴马上来啊 他们发现 其实如果只单单专注于这个经济议题啊 其实不够 因为不可否认啊 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现在 也是当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所以在美中他们在交谈当中 这个过程啊 不仅仅是经济一事物而已啊 甚至于包括区域安全 甚至于反恐 或是全球的整个这个安全议题等等 都是双方关注的焦点 所以呢 欧巴马政府啊 他们也决定 把这个战略经济把它分开 变成说战略与经济对话 所以呢 形成由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 跟财政部长 同时出席这样的一个对话会议 以往都是由财政部长领先而已 是没有这个国务卿参与的 是 研究员目前已经进行到了第七轮的对话了 那您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这次对话有哪些重点议题 而双方各关切哪些议题呢 不可否认啊 双方关注的焦点 基本上说不一样 可是呢 在这个关注的议题当中 刚好又有焦急的部分 最主要的当然 第一个就是南海问题 尤其近几个月来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在南海积极造交 这样的一个忧虑 那美国这次就特别的提出来了 另外呢 前不久 美国啊 他们发现他们美国整个社会安全系统 包括美国政府官员的一些 试验档案都被骇客侵入 那当然目前他们是没有 还没有找到到底是哪方面的骇客 入侵了美国这方面的系统 可是当然不可否认在内部 美国内部呢 都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一次的这个对话当中啊 美国也针对了网络安全 向中国大陆表达了关切 此外呢 按照网例的 按照往常的惯例啊 他们还是会向中国大陆啊 提出关切中国大陆人民的这个人权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呢 基本上啊 都是双方啊 针对于网络安全 人权以及南海啊 在你来我往的交锋了 是 至于在中国大陆方面 他们关心哪些议题呢 因为啊 中国大陆一再强调 南海的自由航行 是他们所要保持的 所要维护的 可是呢 在南海主权上 是中国大陆无法妥协的 可以说是他们所谓的核心利益嘛 过往啊 中国大陆一再向 美国所提出的核心利益 那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 核心利益还包括了领土完整等等 然后此外呢 中国大陆也要求美国啊 不应该把所有的这个问题 都归咎到中国大陆身上 因为他们认为 美国也必须为世界整个经济发展啊 付出相当大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大家很清楚的 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 其实最大责任就是因为美国的再新问题嘛 所以才会导致到现在为止 整个世界经济 还有这个到处的动乱啊 其实他们都认为都是美国 必须要负最大的责任 这是中国大陆的立场 那媒体有报导就说 双方在网路还有海上安全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一些旗舰没办法缩小 但是在经贸议题上比较有进展 你愿意怎么样看这次对话的 是的 不可否认 对于两方 当然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对于这些议题呢 都有各自的立场 也都会有各自表达 他们关注跟关切 可是为什么说 在经济议题上面 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因为以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 那经济议题是可放可收的 就是说他们目前来讲 跟美国的整个经济力量 没办法相抗衡 可是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所以他们也知道 美国不可能完全忽略中国大陆经济力量 所以他们愿意在这里放手 因为美国即使获得了这样的一方面 就是说在经济方面大陆的让步呢 他们就不会在比较敏感的 比如说南海 或者是这个网络安全议题上的 最根究底下去 然后大陆在这方面 他们可以认为可以给的 他们就愿意放 可是在这个南海主权上 就是造交嘛 这方面还有所谓的这个核心利益 核心价值上 他们是寸途不让 所以在这方面呢 只会造成各说各话的一个结果 可是对其他各国来讲 或是甚至于以台湾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至少愿意对话嘛 那对其他国家对我们来说 那当然总算是有一个进展 至少对话而不会对立 研究员最后再请教您 就是习近平将会在9月份访问美国 那您认为双方未来的关系发展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部分呢 的确习近平在今年9月将要访问 所以呢习近平在一些方面上 他必须要坚持自己立场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南海主权议题 还有核心价值 核心利益的部分 那这方面是他们认为不能退缩的 所以在这次的对话当中 大陆的官员一再的重申 也表达他们这样的立场 也等于是让美国 在迎接习近平来访的时候呢 也能心里有个底 他知道有哪些议题 是大陆绝对不可能让步的 另外一方面 习近平为了展现对美国的交好 他当然在某些方面 他们愿意做妥协 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经济方面 他们认为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来做交换的 所以他们现在中方可以说 是用这个经济方面的议题 来交换美国在南海议题 还有网络安全议题上面的一个让步 各取所需啊 那以美方来讲呢 他们至少可以向人民交代说 他们已经向中国大陆 表达了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 可是呢 中国大陆有没有退缩 其实没有 特别是在南海 网络安全方面 所以呢 其实啊 这一次的对话 不能说有完全达到 双方预期的效果 甚至于啊 应该说没有一个 实质的一个成果出来 可是至少 至少啊 让双方能够在这个试探当中啊 能够了解对方的底线 然后也好为这个习近平出访啊 做一个准备啊 因为习近平出访 只准成功 不准失败 对中国大陆来讲 所以他出访 他一定要拿到 美方所承诺的 在他们核心利益方面 所得到的承诺 至于经济方面 他们认为 这是他们可以商谈的 是 未来的发展 我们持续来关注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高级助理研究员 李正修 李研究员 针对这次在美国华府 举行的第七轮 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 有哪些重点议题和焦点 还有中国大陆和美国关系 外发展 有哪些面向 我们需要关注 我们做详尽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研究员 其中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